有一個加密貨幣機構呢 在比特幣現貨ETF出來之前 近乎完美省準預估比特幣的幣價走向 現在呢他給客戶的報告流出來了 他接下來的預測居然是這樣 哈囉我是Bonnie 首先呢先跟大家說一個 非常非常香的頻道專屬空投機會 Dgate他是一個基於 以太坊的去中心化交易所 他有幾個很鮮明的特色 他是訂單部的交易所 意思就是說呢 他的交易跟大家常用的中心化交易所 比如說币安、OKX4很像的體驗 不像平常大家去中心化金融 DeFi可能印象中覺得很困難 而且呢掛單他沒有手續費 L2bit的這個數據網站呢 把它列為當前最成熟的L2 再來囉 存在裡面的這個資金呢 是非托管式的 意思就是說其他人碰不到你的資產 他很清楚的特色就是去中心化的網格 目前呢是完全免費的 那最近Dgate希望以限量邀請制 邀請少量的用戶去嘗試使用他們的交易所 可能可以藉由這樣的方式呢 得到用戶的一些反饋 他們希望建立長期的投資用戶 所以主推是比較穩健的網格交易 跟定期定投 DCA的功能 當然你也知道幣圈就是早期的參與者 得到最多的獎勵嘛 第一波的邀請呢 是邀請使用過網格交易的朋友參與 界面上設定參數 其實跟中心化交易所的界面是非常類似的 第二波接下來我們會再宣布一次 那是要邀請用過這些定投 DCA功能的朋友 你如果被邀請使用 就可以去分總共一萬五千美金的 USDC穩定幣跟DG token的空投 這是給我們頻道觀眾的福利啊 不是開放給所有人的喔 空投在活動結束之後呢 就會發放給你大概兩周的時間 因為被邀請的人數其實非常少 所以你很容易可以算得出 獎勵大概會是多少 期望值我自己算了一下 我覺得蠻高的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點選下方資訊欄連結研究一下 當作是過年Dgate給的紅包吧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這支影片 是在美國比特幣現貨ETF通過之前拍的 那當時的狀況是這樣 就是市場對於比特幣現貨ETF通過之後 比特幣到底會不會出現 Selda News賣新聞事件而下跌 還是說會因為新資金湧入 然後比特幣幣價上漲 10X Research的這個創始人 Marcus這個神人呢 當時是近乎正確 神準預測了 比特幣在ETF通過之後呢 會下跌到三萬八千美元的情況啊 我們以前而言 我們有後期有 images 我們可能會被不斷的 同時,在第二次是 我們有個普通的賞用 的結構 從而言 我們有個比特幣的投資 因此,我們有旁邊的 貨值辖一旁 October 2021 再次我們有一個改正 現在我們是一個四個的例子 這就是我們要訪問人們 我們要投資投資 但無論如何 你所說,有些活動會發生 所以我們在月曝光 我們可能會有另一回合 Ethereum ETF 會在月曝光 所以我認為你能夠 把一個傳統的傳統 很正式投資 但無論如何,短時間 有些危險要投資 既然他這麼準的話 我們就來繼續追一下 他接下來預測 比特幣幣價會怎麼走 他跟他的客戶說 從風險管理的角度來看 比特幣接下來 再超過4萬3美元的價位 是適合新下注去看多 這個預測是基於 艾略特波浪理論 也就是說 市場它會重複出現 波浪的這個形態 可以去分析它的大小跟頻率 來預測市場的方向跟趨勢 那最基本的這個波浪理論 是八個波來組成的 分別是五個推動波 跟三個調整波 這真的非常有趣 就要靜下心來聽下去 因為這個基礎架構是認為 在多頭也就是牛市的行情中 有五個主要的上漲波 跟三波下跌波在循環 那空投行情 也就是熊市的時候呢 就相反啦 有五波主要的下跌波 跟三波上漲波 也就是反彈波的循環 它組成了整體市場的一個循環 那每一個波段呢 你又可以再把它 細分成不同等級的小波段 我們要牛市多頭來簡單說說 波浪一發生的時候呢 通常不是很明顯喔 這個時候呢 基本面啊 消息面通常是比較負面的 市場的情緒也比較悲觀 就很多人看跌 那這時候的成交量也比較低 波浪二通常是波浪一的這個回檔下跌 但不會跌破波浪一的低點 這個時候呢 市場也沒什麼反應啊 成交量通常比波浪一的時候還要低 不過呢 波浪三的出現 通常就是比較大的成交量 跟價格的上漲 它也是這五個推動波裡面比較長的 這個時候的市場情緒 可能開始被帶動啦 那很多基本面的分析師 可能開始發出這種很樂觀的訊號 價格迅速的上漲 這裡的高點可能會超過波浪一 接著就是波浪四啊 這個時候呢 會呈現平緩的盤整 或者是回檔下跌啦 但是呢 波浪四的這個低點 並不會低於波浪一的高點 波浪五呢 這個時候市場情緒是非常高漲的 很多投資人開始FOMO強勁啦 同時你可能會看見 出現技術指標的背離 意思就是說呢 脫離正常的軌道 當市場的價格走勢 創出新高或者是新低的時候 對應的成交量或者是技術指標 卻沒有跟隨這個價格的走勢 創出新高或新低 第五波上漲的時候呢 漲幅可能是非常大 沒有人可以預測說 上漲的幅度會到哪裡嘛 總有人會買在高點 然後可怕的事情就會發生啦 市場迅速的翻轉下跌 所以這裡也常常被人家說是 邪惡第五波 首先出場的就是波浪A 市場開始進入這個下跌的階段啊 這個時候很多人會覺得 哇這個下跌只是短時間短暫的修正 雖然波浪A發生的時候是下跌的 但是交易量會增加 不過實際上這還不是買進的最好時機 總之呢在波浪A的時候 大家就是有在低點搶買的這個買壓的想法 造成了波浪2 也就是在大方向下跌的趨勢裡面 價格向上的一個反彈的狀況 人稱他叫做假反彈 最後會出現波浪C 這個時候的市場情緒是開始意識 或者是確認到說 哦原來現在是熊市哦 根據10X Research的創始人Marcus的說法 比特幣從2023年年初以來 一直處在多頭行情裡面的這個五波上漲波 在比特幣現貨ETF通過之後呢 出現賣壓讓比特幣幣價下跌 那這次歸在波浪4 跌到了這個38,522塊錢左右 那現在呢這個第五波上漲的趨勢已經開始了 預測可能會把比特幣幣價推升到超過5萬元 更精準一點了 他說2024年第一季度結束的時候 比特幣會在52671美元 其他還有一些可以考慮進去的因素啊 包含這個股票市場的價格是一直上升 創造出新的市場高點對吧 加上灰度的GBTC賣壓慢慢的縮小 還有呢 Google從1月29號開始允許 比特幣跟加密貨幣的ETF可以下廣告 這個非常重要 我們等一下會講為什麼 這個圖呢 視覺展現了比特幣現在的分佈狀況 總量2100萬顆 有1100萬顆是在大家手裡的 500萬顆已經被弄丟啦 當然這個弄丟的數字呢 非常難確認 但是我看過了蠻多的報告 500萬並不算是最誇張的數字 還有138萬顆是還沒有被礦工挖出來的 那中本聰呢 也就是比特幣的發明者 目前還沒有人知道他是誰啦 他有114萬顆 另外這些基金ETF呢有79萬顆 大公司手上有75萬顆 被各國政府掌控的大概有50萬顆 這裡面呢有很多 比如說是美國政府啊 從駭客啊暗網那裡抓到沒收的 右邊藍色的區域呢 把基金的這個ETF用細分來看啊 灰度的GBTC目前是49萬顆的最多 那講到灰度呢 币圈的一些老玩家可能已經很熟啦 但是呢有一些數據你可能不知道 比特幣現貨ETF通過之後呢 比特幣之所以賣壓變得超大 是因為灰度一直在賣比特幣嘛 但是他不是硬要來砸盤的哦 他是被迫的 這怎麼說呢 2022年12月 灰度信託 GBTC跟灰度的母公司 DCG集團呢 因為幣圈一系列的這個爆雷事件 差一點就破產了 以前還不是比特幣現貨ETF的形式嘛 以前是信託的形式 可以在二級市場上面買賣 不過兩年前就是幣圈的熊市嘛 灰度出現了高達50%的負億價 也就是說投資人幾乎可以用五折的價格 就買入比特幣等值的GBTC 2024年的1月11號 很多GBTC的投資人呢 在美國比特幣現貨ETF通過之後 立刻就去找灰度說 欸灰度啊 現在這個比特幣的折價沒了 我剛才賺到的錢也賺了 你把這個GBTC收回去吧 我要換現金 然後灰度就哦好收到 然後就把庫存裡面 對應數量的比特幣呢 轉到Coinbase交易所 賣成美金還給我 看數據 灰度GBTC在1月29號流出的金額呢 1.9億美元 1月30號流出的金額2.2億美元 這個數字相比 1月中已經減少超過一半了 所以這說明我們剛剛提到的 灰度的賣壓慢慢在減少 現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更應該去注意數字Total這邊啊 也就是比特幣現貨ETF 各家發行商的總體淨流入 過去這兩天呢 每一天吸收2.5億美元的流入 也就是說呢每天有5800顆的比特幣 從市場上面被買走 你說啊沒關係吧 因為比特幣礦工每天都在挖礦啊 會有更多比特幣被挖出來不是嗎 現在每天被挖出來的比特幣 大概一天是900顆 比特幣ETF的供應商資產管理規模 現在已經超過了美國白銀SILVER ETF 讓比特幣呢成為排名在黃金之後的 第二大ETF商品 所以呢你可以去觀察 比特幣的淨流入或者是流出量 如果比特幣現貨ETF 一直呈現很高的淨流入 那這時候呢 比特幣的流通數量就會大幅下降 供不應求的情況下 價格就會上漲 回到剛剛說的 Google開始准許 比特幣ETF下廣告對吧 所以很多可能以前 對這個ETF沒有興趣的 或者是以前還在觀望 不想下手的 有可能就因為廣告的這個魔力 就開始買了 我個人是非常期待 看看比特幣減半前後 市場會長什麼樣子啊 你覺得比特幣在減半之前 會像這個10X Research的創始人 Marcus預測的 達到5萬2千美元的這個價格嗎 如果你覺得會呢 在留言區幫我打個1 如果你覺得不會 幫我打個2 也非常歡迎分享你 為什麼會這樣覺得 因為我很好奇 最後呢別忘記好好去 善用Dgate的空頭機會 謝謝你看到這裡喔 歡迎用下面的連結到LINE 跟Discord群組 跟努力的大家一起討論 我們在OKXBM派網呢 跟其他的大交易所 都幫大家爭取到了 最高8折20%OFF的交易手續費減免 用下面的連結註冊呢 你的交易成本就更低了 也歡迎告訴我 你接下來想要看什麼 我們在币圈繼續努力 下一次見 掰掰